嗨,欢迎来到想说什么频道 今天要来听听想说什么呢 这是想说什么第二集 这集要来说的是我是GaryVee这本书 GaryVee是一位讲话实际一针见血 但却是在社群媒体最具影响力的人 为什么成功的人会成功 为什么你的梦想兴趣一直停留在原地呢 看过GaryVee的影片以及这本书后 你一定会充满勇气以及有不同的观点 这本书所举的案例都是真实故事 都是看过GaryVee第一本书的人 实际去做并持续的做 而最后闯出名堂的真实故事 你的梦想还在前进的道路上吗 如果你可以立即 而且毫无犹豫的回答是的话 那么恭喜你 请耐心持续的做并闯出名堂吧 这句话在这本书常常出现 也是贯穿这本书的核心价值 并且也是GaryVee要传达的精神 耐心的做闯出名堂吧 但真的能耐下心持续做的人 却少之又少 自己往往给自己太多的借口 自我设限的理由 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等等等等的一些理由 一堆自己给自己设下了许多障碍 但却不曾给自己一些些勇气 GaryVee 活跃于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Instagram各大社群平台上 影片里讲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这么真实的一针见血 他用自身的经营家族企业 酒伤成功的案例 说着他为什么可以成功 以及你为什么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 耐着心持续做闯出名堂吧 这正是GaryVee要告诉大家的观念 本书都是透过实际的人发生的故事 集结而成的真实内容 书里案例的人都是看过GaryVee第一本书冲了而采取行动的人 从自身兴趣梦想发展开始 持续耐心底做到最后梦想成功的过程 每一个故事都会给你满满的勇气 这本书有许多激励人心的真实故事 其中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故事 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非常的激励 从逆境重生 踏上决战时装伸展台 在这本书的案例里 最让我们有感的一个真实故事 那就是咪咪古德温的故事 看完这真实故事后 你还会有什么比他的人生更糟糕的事呢 或许有 但他有着不被逆境打败的坚定内心 他创建时装部落格 Mini G-Style 靠着小时候对缝练的兴趣 到现在教人们制作服饰 备受粉丝喜爱 每个月上传一个影片 收入快速增加 不到两年持续目前工作 专心经营自己的事业 咪咪古德温把小时候的兴趣 变成了现在的事业 并且与粉丝们互动交流 让粉丝们更加的忠诚 2017年 Mini G-Style 时装逢任与风格大会欢庆六周年 来自Facebook Instagram Blog等数千人共襄盛举 最终决战时装历世代 来电邀请担任孩子们的导师 并为了非裔美籍人士 拉丁美洲人创办的Sweet Sweet Dave 杂志 他的兴趣成了事业 最后他成了自己的品牌 这段过程看似很顺利很美好 但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以及成年后的生活 是非常让人感伤 这里就不赘述这段故事 故事详细内容 请看这一本书 想再多 梦想是不会实现 现在就动手并持续做吧 如果你对于某一领域有兴趣 有着梦想 你也持续在做 那么就让大家知道吧 我是Gary V 这本书里所有案例 都是透过强大的网路力量 运用现代社群平台 数位化等技术 将内容传递给大众 所以 请别再说你没有资源 没有平台 没有人 所以我无法做下去 而且 书里的哪个人 不都是从自己一个人开始动手做 并应用这些社群平台 工具 来传递内容 所以人阻碍你的 就只有你自己而已 不是资源 不是工具 数位化的现代 你有许多社群平台可以运用 经营你的事业 你的梦想 你可以在Facebook上 开启粉丝专页 开始经营你的兴趣 你的粉丝 你可以拍影片上传到YouTube 分享 开始经营你的频道 你可以录下声音档案 上传到Podcast 就像广播一样 让听众订阅 如果你不想露脸 不想录下声音的话 那么你还可以留下文字 将内容写成文字 发表在你的部落格平台上 开始经营你自己的品牌吧 数位时代的现在 已经没有所谓的平台限制 能限制你的就只有你自己的心 省私反馈 你的工作是在帮公司经营社群的小编吗 那下班后何不也替自己经营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呢 你的工作是运用某种专业的技术工程师 那下班后不也替自己做个有趣的东西 你的工作是某领域的专业吗 那下班后何不将专业知识分享出来呢 害怕被别人学走吗 数位时代现今 你完全不用担心你的知识会被人夺走 会被人学走 因为只要Google搜寻一下 一堆专业知识技能都可以学得到 所以不跟你学 也可以跟别人学 也许这样还不运用自己的能力技术分享出来 持续做闯出名堂吧 成功的故事人人都会说 说着自己有多成功 但是真的会说如何要做到的人 以及愿意传达这个精神观念的人并不多 亦或是提供实际案例故事的人 也不多 我是Galrie这本书没有冠冕堂皇的字句 而是透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 以及一针剑写实际的话 传递Galrie要传达的观点 耐着心持续做 闯出名堂吧 也因为看了这本书后 给了我非常大的勇气 并决定持续做下去 将自己的专业能力 技术经验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对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强力推荐这本书 它会给你满满的勇气 以及换回你的兴趣 你的梦想 谢谢你收听这集想说什么 透过这集的内容 我们又学到一些东西了 请继续保持下去 如果你喜欢对你有帮助的话 要记得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想说什么网站 还有更多知识内容可以浏览 期待像是想说什么吧